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 我国曾经涌现出了一批穷凶恶极的汉匪 他们肆意偷盗抢劫 杀害大量无辜群众 危害一方人心惶惶 比如臭名昭著的百宝山 张军东北二王等等等等 这群乌合之众呢 往往没有什么文化 无知者无畏 目无王法 狂妄自大 但是其中啊 有这么一位 你说他没有文化吧 他当过特种兵 也算是有些见识 但是呢 他也确实嚣张跋扈 曾经扬言说 张军算个什么东西啊 我最看不上的 就是张军那样的莽夫 这就是他的原话 此人的确十分凶惨 他手底下的犯罪团伙 被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 最罕见的特大武装犯罪集团之一 集团伙中骨干成员多达25人 涉案成员近300人 而在他的犯罪生涯中 一共抢劫120多次 残忍杀害26人 盗窃各式机动车辆300余辆 约合600万人民币 而他的犯罪区域跨度也非常广 涉及云南 广西 广东 海南等国内7省 甚至还包括境外的一些东南亚国家 那这到底是何许人也啊 说他之前是特种兵 那他为什么会从又红又专的特种兵 变成了一个无恶不作的歹徒呢 而且连大名鼎鼎的张军 他都不放在眼里 这个人的故事啊 咱们今天慢慢来说 在1969年秋天 湖南省齐东县洪桥镇 一个小山村里 一户再普通不过的农民家中 喜得贵子 父母给其取名叫做邓文斌 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邓文斌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 没有上过学 但他们深知读书的重要性 因此在邓文斌小时候 就一门心思培养他学习的兴趣 在他父亲年少时 有一个梦想 想入伍当一个保家卫国的战士 只可惜呢 因为各种原因 他没能实现 于是老父亲也把这个愿望 寄托在了邓文斌的身上 平时除了督促他学习 还经常让他下地干活 锻炼他的体能 给他灌输各种当军人 去当兵的好处 而等到他21岁的时候呢 邓文斌果然也不负众望 成功的进入了某空军特种部队服役 而且因为身体素质过硬 他在格斗射击等等方面 成绩优秀 各项能力都名列前茅 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开端了 亲戚朋友都认为邓文斌前途无量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在95年之后呢 正赶上当时我国第九次大裁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原额50万 而邓文斌就是其中的50万分之一 在离开部队以后呢 部队给他安排工作 让他进了一家工厂当工人 这份工作呀 客观来讲确实还是不错的 非常稳定 只不过呢工资是比较一般的 大富大贵不可能 但是过日子普普通通 开开心心那是足够了 这样的待遇其实已经相当不错了 虽然离开了部队 但是呢还给你安排一份工作 可是邓文斌呢 他不高兴了 因为毕竟啊 从小他就被灌输了想当兵的思想 这样的理想呢还培养起来了 明明也都已经实现了 却忽然又当不了兵了 又离开了 而最要命的是他被裁了 但是呢 还有很多战友没有被裁 这一对比 让邓文斌感觉非常不公平 所以带着这股怨气啊 在工厂里 他也不好好干活 天天应付事 就这样过了两年多 但是实话实说啊 当工人 那肯定比当兵要轻松不少 所以两年下来啊 邓文斌他也不怎么干活啊 也懒散了 那干活肯定是不可能了 他就光想着 想靠一些捷径来获取财富 有一天 在街上闲逛 他看到远处 有一辆自行车在路边停着 周围没有人 而且车上呢 只有一把很简单的小锁 于是他就悄悄的走了过去 在地上捡了一根铁丝 开始摆弄起来 没想到啊 冲着锁眼就这么捅了几下 这锁竟然被打开了 邓文斌赶紧环顾四周 发现身边没有人 于是立刻骑上车子 仓皇逃离 第二天 他找了一个修自行车的路边摊 转手把这车子卖掉了 拿了一笔小钱 那从这之后呢 邓文斌的盗窃生涯 就拉开了序幕了 恰好在那段时期啊 国内出现了很多恶性 抢劫杀人案件 就比如张军 当时对这个张军的新闻报道 那是随处可见 有一次呢 邓文斌 他就看到了张军的新闻 这让他备受启发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其实啊 是以张军为榜样的 他开始学习张军的发迹之路 开始疯狂道歉 一开始偷车子 偷自行车嘛 后来干的多了 就开始琢磨想偷汽车 95年12月 有一天 他在尝试 撬一辆汽车的车门的时候 偶然间遇到了另外三个同样出来偷东西的小偷 当时啊 双方就是简单的互相打量了一下 就默契的发现 哎 对方也是小偷 再加上他们的年龄都不大 所以心里莫名其妙的就产生了一种亲切感 这几个小偷 这几个小偷分别叫胡国军 张冬明和谢爱民 于是当时这四个年轻人一拍即合 就这样稀里糊涂的组成了一个小团体 之后他们开始疯狂盗窃 并在后来又认识了邹铁 李新春等等其他痛苦 那么在经过了一段时期的磨合之后啊 他们共同决定 以后主要的工作就是偷汽车 因为毕竟人太多了 只偷自行车那也不够偷的 那钱也不多 所以还是偷汽车 但是汽车呢 他不是说想偷就能偷的 你得需要技术 所以为了提高自己的技术 邓文斌先后花了十几万 学会了配置锁具 和撬开各种车门的高精技术 这也为他以后屡次逃脱警方的抓捕 埋下了伏笔 仅仅在1997年这一年 他们就偷了一百多辆汽车和摩托车 又靠自己的关系 形成了一个销售网络 偷来之后迅速出手卖掉 到了1998年 邓文斌的势力已经深变了整个湖南 不过没多久 他的野心又开始继续膨胀 此时他认为 要想弄钱 偷不如抢 而既然要抢 那么肯定就会更加危险 于是为了确保自己安全 为了确保作案的效率 1998年7月 他利用夜色掩护 偷偷溜进了一所学校的射击训练场 在里面偷走了两支步枪 两支小口径手枪 所以此时 邓文斌的罪名又多了一条 盗窃枪之罪 有了枪了 1998年11月 邓文斌和同伙李新春来到南宁火车站 以租车为名把一辆出租车骗了出来 邓文斌趁其不备 掏出手枪朝司机太阳穴连开四枪 这四枪弹无虚发 司机当场毕命 这也成为了邓文斌所犯下的第一起命案 而他犯下这起命案的目的 动机十分单纯 他就是为了想试一试这枪的威力 此后 他来到云南猛拉县 花四千五百元 购买了一支苏T33军用手枪 及八发子弹 这支枪成了他和李新春的共用的凶器 由邓文斌负责保管 而自此以后 他的作案也开始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 99年5月28日晚上 邓文斌伙同李新春和谢爱民 拿着两支小口径手枪和一把匕首 身穿迷彩服 爬到了齐阳县信用社主任李昭德的家里 他们撬开窗户蒙面入室 李昭德及其妻子在睡梦中被惊醒 三人迅速掏出凶器 之后用胶带把他们绑住 最终将李昭德的35万元存款连同1万多元现金 及价值数万的贵重物品 通通抢走 之后没多久 99年8月 邓文斌又盯上了一个叫做张德海的男子 这个张德海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人 他曾经是江西省乐平市明山批发部的主任 但不久前他和情妇拿着89万的公款逃到了齐东 又无意间被邓文斌给盯上了 不过这一次老谋深算的邓文斌没有贸然行事 而是先找机会接近张德海及其情妇 跟他们交上了朋友 等时机差不多了 在8月份的一天晚上 邓文斌、张东明、邹铁、谢爱民 持两支军用手枪及匕首手铐等凶器 在齐东烟草专卖局门口 将张德海及其情妇劫持上车 接着把车开到了胡国军的老家 齐东的周家村 之所以来这 因为这里位置偏僻 村子里本来就没有多少住户 是绝佳的作案场所 最终他们从张德海及其情妇身上 搜出79万元的存折 并逼迫他们说出了密码 前往几个不同地点取钱 本来呢 这里面一共有79万 应该全都取出来 但是最后他们却只拿到了36万 还有43万 不知道去哪了 这很显然是有人私吞了 所以当时团伙成员之间互相猜疑 不过最后呢 他们把焦点都聚集在了谢爱民的身上 但是他们都没有表现出来 而是静观其变 直到后来啊 他们又一次抢劫 在清点赃款的时候 邓文斌发现 在谢爱民的口袋里 藏着一个3000块的存折 这件事呢 让他们更加相信 就是谢爱民私吞了那43万 再后来 99年9月份的一天 邓文斌 胡国军 谢爱民 一起喝酒 喝到位了 喝舒服了 他们就躺在床上睡觉 邓文斌呢 他心眼多 在睡觉之前 把一颗子弹 装进了枪膛 凌晨三点 邓文斌忽然醒来 把胡国军叫醒 之后用手 指着谢爱民的脑袋 做了一个枪臂的动作 于是邓文斌 胡国军 就各自朝谢爱民的头部 开了一枪 就这样 曾经的伙伴 被他们当场杀死了 其实当时啊 邓文斌之所以要叫醒胡国军 之所以要提前装上子弹 是因为他知道 胡国军和谢爱民的关系 相对更好一些 他怕胡国军临场反水 所以提前把他叫醒 看看他什么反应 而提前装上子弹呢 也正是为了避免胡国军临场叛变 由此可见啊 邓文斌心思缜密 心狠手辣 接着再看另一边 这几起连续发生的恶性案件 早就引起了启动警方的注意 只不过呢 邓文斌他们行动诡异 十分狡猾 因此警方一直没有进展 直到02年7月 警方观察了这么长时间之后 他们才渐渐发现 邓文斌的行动轨迹 虽然飘忽不定 但大体上一直在云南和东南亚边境一带 而这块地方呢 其实非常难办 警方一有风吹草动 邓文斌就极有可能会逃到边境之外 如此一来 抓捕行动就很难实行了 所以警方认为 这邓文斌太过狡猾了 对他本人还是先放一放 先从他的手下入手 这样应该更好突破 而事实证明 这个思路确实是对的 经过一个多月的排查 警方最终终于锁定了其中一个主犯的位置 这个人就是胡国军 十年三十一岁的胡国军 老家就在齐东县 他是未孝毕业的 一米七的个子为人狡诈滑头 他曾经因为盗窃罪和非法私藏枪支罪 两次入狱 在刑满释放以后 原单位把他开除了 但他却武力威胁原单位领导 迫使领导重新把他招回去 单位领导吓坏了 只能暂时答应下来 就这样 他又有了工作 有了经济来源 那么有钱了 他又开始吃喝嫖赌 尤其是赌 为了彰显自己的性能力 他甚至在自己的下体上 一左一右 安装了两颗滚猪 简直是丧心病狂 就这样的一个混蛋 可以说跟那邓文斌是不相上下 那自然也就成为了警方的首要目标 在经过详细部署之后 02年9月15日 一辆白色面包车 悄悄驶进了齐东县第三人民医院 这里就是胡国军的工作单位 当天中午 警方蹲守在去医院的必经之路上 因为胡国军 他往往是中午才来上班 所以警方提前在路上蹲好 没多久 当毫无防备的胡国军经过时 民警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迅速冲上去 把他拉上面包车 抓捕行动 可以说是非常成功 当天晚上 民警们连夜突沈 但这小子非常狡猾 无论警方说什么 他都闭口不谈 这样的情况 持续了足足六天 直到第六天深夜 胡国军终于顶不住了 他主动试探着问警方说 你们到底抓了我们多少人啊 此话一出 警方认为 时机已到 立刻加大审讯力度 果然 两个小时以后 胡国军彻底崩溃 开始交代罪行 从胡国军口中 警方获取了他 伙同邓文斌 张东明 邹铁 谢爱民 持枪 抢劫杀害张德海 及其情妇的犯罪事实 随后 警方顺藤摸瓜 又抓住了同伙张东明 而张东明又供出了邓文斌 拥有数只手枪和数十枚手雷的重要线素 但是他也不知道邓文斌此时到底在哪 因为邓文斌的行动确实诡秘 对再好的朋友 也从不透露自己的藏身之处 因此此时警方意识到 抓捕邓文斌 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事 那么 此时邓文斌会藏在哪里呢 就在警方苦苦思索的时候 负责审讯胡国军的一位民警 他的电话忽然响了 而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 电话那头竟然就是他们苦苦寻找的邓文斌 那么邓文斌在电话里说了什么 他为什么要给警察打电话呢 在之前咱们说到就在警方对胡国军进行讯问时 其中一位民警的电话忽然响了 打来电话的不是别人 正是警方苦苦寻找的团伙头目邓文斌 邓文斌在电话里是这样说的 我知道胡国军已经被你们抓了 但只要你不抓我 我可以立即付给你十万块 否则我第一个要杀的就是你 你的老婆孩子也休想活命 不等警方这边回话 邓文斌说完就直接挂断了 警方低头一看呢 发现也没有显示对方的来电号码 看来这邓文斌的确是狡猾的很 这邓文斌呢 他敢直接给警察打电话进行恐吓 这样的行为毫无疑问激怒了所有人 大家咬牙切齿下定决心 一定要尽快把他捉拿归案 接下来警方制定了详细的计划 并在齐东县对和邓文斌有关的人员进行摸牌调查 最终也得到了一些有用的消息 说邓文斌呢 他在齐东县老家有一个妻子 生有两个男孩 父母都已经年迈 但是村民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再见到邓文斌回来的 此外 有人透露说邓文斌在缅甸老挝 还分别一边有一个妻子 但是这两个在国外的不能算是真正的妻子的妻子 他们互相之间都不知道对方存在 都以为自己才是正妻 而邓文斌呢 曾在去年五月带着老挝的妻子到广西桂林去办理护照 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02年9月28日 齐东县警方立刻带着一张邓文斌的照片前往桂林 在桂林警方的配合下 他们调出了去年五月的所有图像资料一一比对 但是非常可惜没有发现邓文斌的踪影 不过呢 工作人员表示 因为这个设备维修损坏等等原因啊 图像资料可能不全 但是全部的文字资料都在资料室里 这些东西可都是全的 不过这些资料呢 足足堆满了两个房间 要想在这些资料里找到一个人的相关材料 无异于是大海捞针 然而即便如此 警方仍然在这找了三天三夜 最终终于有了重大发现 有一封著名来自老挝的材料 引起了警方注意 上面写着当时来办理护照的女子叫做一元 这个一元呢 其实就是邓文斌在老挝的那个所谓的妻子的名字叫一元 当时跟着这个一元一起来的是一个男的叫王平宁 在材料上还有一个手机号码 当时警方推测 这个王平宁应该就是邓文斌的化名了 于是警方立刻把这个号码和目前发现的邓文斌使用过的八个号码做逐一比对 最后发现正是邓文斌使用过的其中一个 也就表示这个所谓的王平宁的确就是邓文斌的化名 此时警方是兴奋不已 他们急忙前往这个手机号码的所在地 他位于数百里之外 毗邓老挝边境的景洪市 等警方赶到景洪市已经是10月1号了 正赶上国庆黄金周第一天 去当地旅游的游客是非常多的 人员十分复杂 即便如此 警方仍然在国庆节当晚开展突击行动 突查各类宾馆旅舍和招待所 但是非常可惜 当晚的行动没有收获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因为在景洪工作的齐东人特别多 都是老乡 警方经过对这些老乡的调查询问 最终在一位见过邓文斌的齐东人嘴里得知 说邓文斌在几天前 在景洪市的街头开车兜风 当时正好让他看到了 那么这就说明邓文斌可能现在还在景洪市 于是第二天10月2号 警方改变了一下思路 他们先找到了当地比较知名的十几家星级宾馆 去查入住记录 因为这个邓文斌既然都能开车兜风 能惬意到这个程度 那么他应该呢 就不会说为了藏身 专门去找小旅馆去住 大旅馆应该是他选择的首要目标 而这个思路微调果然是对的 当查到纳新宾馆的时候 一个登记为王平宁的名字映入了眼帘 这名字这不就是邓文斌的化名吗 可是还没来得及高兴呢 马上大家又泄气了 为什么呢 原来这个登记上显示 这个王平宁他的年龄是46岁 而邓文斌呢 他才33岁 这年龄相差也太大了 不过呢 为了以防万一 警方还是拿出了邓文斌的照片 请服务员辨认 而没想到服务员当场就说 入住的就是照片上这个男的 看来这年龄啊 是邓文斌故意给爆大了 此时警方的心情啊 就像是过山车 一会儿到波峰 一会儿到低谷 一会儿又到波峰了 但他们没想到啊 马上这过山车又会来到低谷 为什么呢 因为警方终究是低估了邓文斌的能力了 之前咱说了 邓文斌当年花了十几万 专门学习盗窃技术和配置各种锁具的能力 而且开过各种车辆 还会自制销声器 改制子弹头等等等等 等到警方闯进邓文斌所在的房间时 发现屋子里面已经是空无一人了 邓文斌就这样 在警方眼皮子底下溜了 那他是怎么跑的呢 原来啊 屋子里的邓文斌凭借自己的敏感直觉 发现他所住的房间 楼上的窗户全都被打开了 由此他意识到一定是有人在监视自己 于是他提前逃走了 可是大门口 由警方把守 他只好来到酒店后门 却发现后门被一个大锁锁住了 但这哪能难倒他呢 仅仅花了不到一分钟 他就撬开了这把锁 之后在后门逃之夭夭 这一次的抓捕失败 让警方更加意识到了邓文斌的狡猾程度 所以接下来必须达起200%的精神 他们开始尝试从其他方面入手 首先警方想到了那张王平宁的假身份证 通过调查 这张假身份证是在云南省蒙拉县办理的 于是立刻动身前往蒙拉 10月3号上午 警方赶到蒙拉县公安局 当看到邓文斌的照片之后 蒙拉警方大吃一惊 有好几位民警都表示 曾多次看到邓文斌在当地活动 但大家都不知道 他竟然是一个无恶不做的恶徒 更不会想到一个杀人犯 竟然敢大摇大摆的在大街上溜达 不过呢 当前的问题在于 当地警方已经很久没有再看到邓文斌了 这说明他极有可能逃到了其他地方 那么他会去哪呢 警方思来想去 认为邓文斌唯一可能去的地方 似乎只剩下了他在老挝的第二个妻子 一元的家里 于是警方又以最快的速度赶赴老挝 10月5号上午 警方跟老挝警方碰了头 碰头之前 我们警方特意准备了几箱苹果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啊 老挝人非常喜欢吃中国的水果 尤其是苹果 北方的苹果被他们称为是果中极品 果不其然 当我们警方把苹果送给老挝的警察厅长之后啊 厅长的眼睛都快放出光了 当场连连称赞 哎呀 好苹果 好苹果 还一再用汉语表示 将全力协助你们 最后 老挝警方出动了约80多名警力 赶赴一元家中 一元的父亲接待了警察厅长和来自中国的这些客人 当厅长问他邓文斌在什么地方的时候 老人毫无戒心的说 啊 你们找阿斌啊 阿斌刚刚回中国去了 可是后来呢 当他了解到中国警方远赴老挝 是要抓自己的女婿的时候 他马上又改口了 说阿斌去新矿省了 这个新矿省呢 是老挝的一个省 说陪女儿去走亲戚了 警方当时就分析 说这老人第一次说的应该是真话 也就是说呢 邓文斌现在回国了 那么回国了 他最有可能去的地方 估计就是景洪市 毕竟老人说他是刚刚回国 而景洪地处中老边境 从路途时间上来推算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比较合理 其次景洪嘛 地处边境 他也方便逃跑 而且邓文斌的很多个手机号都来自景洪 他对这个地方呢 也比较熟悉 所以他跑到这儿 应该是比较有可能的 因此在10月9号 警方立刻回国 再次来到了景洪市 而没想到啊 刚刚回来还没一个小时 警方就接到了现任的电话 说邓文斌在几分钟之前 又一次住进了那个纳新宾馆 另外还有两个人跟他在一起 这通电话让警方兴奋不已 他们立刻联合景洪当地警方 组成抓捕小组 准备来一个瓮中捉鳖 于是大约10分钟之后 有30名身穿防弹背心 手持微型冲锋枪的公安民警 已经秘密的进入了纳新宾馆 一名服务员悄悄走到 位于三楼的一个房间旁边 用钥匙把门锁轻轻打开 之后持枪民警迅速踢开门 将邓文斌和两名同伙 一举抓获了 之后民警当场从邓文斌身上 搜出800美元现金和部分作案工具 那此时大伙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 说邓文斌如此小心谨慎 这一次他怎么没有预感到警方的到来呢 据邓文斌事后交代 本来他的警惕性确实非常高 加之开锁技术精湛 每次入住宾馆之后 他都会用自带的锁 把门锁给锁上 给门换一个锁 但是当天因为刚刚住进来 而且他那俩同伙 想让邓文斌教自己开锁的技巧 就导致邓文斌没有及时把房门给锁上 最终被警方一举抓获了 不得不说这同伙那真的是猪对右 抓回来之后 在接受讯问时 邓文斌摆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像一块木头一样 纸字不弹 但是再硬的木头啊 也经不住时间的打磨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 就像之前那胡国军一样 他心思会越来越重 他开始琢磨的越来越多 他会想 警方掌握了多少东西啊 自己应该怎么应付啊 是不是警方手里已经有证据了 所以时间一长啊 他就绷不住了 在经过了几天的对峙以后 邓文斌最终还是开口了 开口之后 他说的第一句话是 我知道会有这一天的 但是被抓得太早 我很不甘心啊 这是第一句 第二句话是 我看不起震惊全国的黑道头目张军 他是公开持枪抢劫 我都是秘密行动 他用的是一余暴露的作案手段 我是靠动脑子 高科技 所以我比他厉害 而最让警方震惊的是啊 在他的计划里 竟然还筹划过去炸公安局和派出所 邓文斌说 警方这次之所以能在云南景洪顺利的抓到他 主要还是因为他想回来办两件事 不然的话根本是抓不住的 哪两件事呢 第一件事是准备拿着买好的枪和炸药 炸掉白地派出所和七东公安局 然后背井离乡远走高飞 也算是离开之前的一个愿望 第二件事呢 是想做好一切物资准备 把位于小猛拉的国际赌场 用秦化甲武器洗劫一空 由此可见啊 这邓文斌已经是将死之人了 却还在炫耀着自己魏靖的事业 这样的旌旗神如果放在正事上 恐怕早就成才了 只可惜啊 这个人骨子里还是缺乏管教啊 当年在军队那样的高压环境下 能够服服帖帖 他也确实是有能力的 所以他也能够做出一些成绩 这多亏了当时那样的环境 在限制在管教着他 因为都说中灵玉秀嘛 好的环境孕育好的人才 在军队那样的环境里 他自然能够正常发展 而一到外面 因为他自身性格的缺陷 没有人管束了 就成了脱缰的野马 自甘堕落了 这只能说是他个人的悲剧了 怪不得其他任何人 邓文斌的犯罪之路就这样终结了 纵观他的犯罪生涯 也着实让人震惊 以邓文斌为首的武装犯罪集团 其罪行之多 是全国罕见的特大规模的犯罪集团之一 他们以衡阳齐东县和老挝等地为据点 在湖南 广西 云南等七省及中缅边境 持枪杀人 抢劫 盗窃枪支弹药 非法制造 储存 买卖枪支弹药 和盗窃机动车辆 种种罪行 庆竹难输 该团伙 纠合时间长 从96年开始直到02年 长达6年之久 其集团规模之大 骨干成员20多人 涉案人员近300人 其武器装备之多 手雷 微型冲锋枪 步枪 手枪 甚至连化学武器都有 而且 其中很多罪犯的文化程度 或者说他们的见识面 是普遍比较高 比较广的 比如邓文斌 是特种兵出身 胡国军呢 他原本是医务工作者 因此他们作案往往谨小甚微 经验丰富 加之 其流窜范围广 地域跨度大 涉及湖南 云南 广西 广东 及境外 东南亚等国家 导致该团伙 很难被一网打击 而最终经查 该团伙 得以确认的有 持枪 抢劫案 三起 至三人死亡 持枪 故意杀人案 一起 至一人死亡 持刀 持枪 抢劫案 一起 盗窃 枪支弹药案 一起 非法买卖枪支案 三起 非法储存枪支弹药案 一起 盗窃各式机动车案 三百余起 警方还由此追缴 脏车 五十余量 收缴 手雷十一枚 微型冲锋枪 两支 冲锋枪弹匣 两支 步枪两支 手枪五支 子弹 一百余发 剧毒化学物 情化甲 三瓶 防毒面具 六支 可以说 如此全面 且成规模的犯罪团伙 的确是十分罕见的 但他们最终 还是逃不过 恶有恶报 这句古训 无论手段多高明 胆量有多大 计划有多骇人听闻 罪恶 做多了 做广了 最终等待他们的 一定是法律的制裁 今天呢 咱们来说一个 1979年成都的 16路公交车爆炸案 好多朋友可能有印象 成都的16路公交车 在1990年又爆炸过一回 咱们今天说的呢 是1979年 16路公交车的第一次爆炸 那一年的5月7号下午6点15分 在成都机场附近的人民中路 主干道上 16路公交车 正在路过繁华的十字路口 从南向北行驶 突然 这车厢里边就发出了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向外边飞出了 大量的残渣碎片 有一块7公斤重的 车顶通风口的铁盖 被炸飞到了临街的 五层楼上 同时呢 三具尸体和一条大腿 也都飞出了车外 这附近走路的人都吓坏了 赶紧向派出所和交通港报案 经过紧急救援 大火被迅速的扑灭 通过调查发现 这次爆炸 一共造成10人死亡 26人受伤 案件发生之后 400多名成都的干警 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现场侦查 法医全面检查了10名死者的尸体 从他们受伤的部位 和形成的烧灼伤 碰撞伤 炸击伤 撕裂伤 和肢体断离的位置 判断出了死者 在爆炸时候所处的位置 和冲击波的方向 经过上述的工作 案件的基本面貌得以还原 16路的1031号公交车 在5月7号下午5点25分 从火车南站载客开出 沿途经过7个站 在成都机场上下乘客之后 行驶七八十米到白家堂街西口 发生了爆炸 经过鉴定 汽车上可能引起爆炸的油箱等部位 完好无损 爆炸原因是有人带上车的炸药造成的 对沿途上下的110名乘客逐一调查 爆炸前已经下车的71人 未发现与爆炸有关的任何可疑现象 而爆炸时车上有39人 经过多方查找 搞清楚了38人的身份 包括9名死者的姓名 住址和职业 没有发现有人携带和接触炸药 39人 查清了38人 唯一没有被查出姓名的人 在案件当中标号为6号死者 情况不明 5月13号 在案情分析会上 专案组经过综合多方材料 认定6号死者就是重大作案嫌疑人 依据如下 第一 现场拍摄的照片和电视录像表明 车内6号死者所在的座位四周 有爆炸时冲击波和夹杂的铁螺丝钉 平行射入的痕迹 在6号死者的座位右边 上端的车顶被掀开了一个大洞 下面被彻底炸穿 上下形成了垂直线 它四周几乎同样的高度 有四个损坏部位成对称状 把这四个点连成了两条对角线 交叉点正好在上下的垂直线上 这就证明 这个交叉点就是爆炸的中心点 炸药就是从这儿向四周炸开的 第二 这个点的位置在车内 距离汽车地板90到100厘米 没有悬挂和放置物品的地方 炸药必定是放在处于这个位置的 6号死者身上 第三 从绘制的爆炸时车上39人 站和坐的位置来看 6号死者就站在爆炸中心位置 其腰腹部处于爆炸中心点 9名死者和2名重伤人员 分散在他的四周 形成了一个圆圈 从死者的伤痕上看 6号死者的腹部 腰部 胸部和面部 全部被炸光 只剩背部连着后头皮和两条大腿 他四周的死伤者 在左侧的伤在右 在右侧的伤在左 且均伤在上部 从高度看 明显地以交叉点为中心 形成一个圆 只有爆炸物 带在6号死者的身上 并从其腹部炸开 才会呈现这种现场 引爆炸药呢 必须要使用雷管 在一般的情况下 雷管不会自爆 但在现场发现一些 拇指大的铁螺钉 炸开花的子弹壳和弹头 其中14颗铁螺钉 射入了伤者的身体 证明 这些东西是和炸药 放在一起的 在成都军区的协助之下 爆破专家 把螺丝钉 子弹和雷管等物品 绑在一起 进行了上百次的试验 证明了 雷管 不可能由于摩擦 或者撞击引起爆炸 那会不会是有人 把炸药绑在6号死者身上 通过遥控装置引爆的呢 专案组在现场 获得的残渣碎片 里面没有发现齿轮 发条 弹簧 电路板 晶体管这类 制造爆炸和遥控装置的零件 排除了他人 把爆炸事故的罪责 嫁祸给6号死者的可能性 同时还发现 6号死者尸体残骸里边 有两块金属片 外层是心皮 内部的附着物呢 还猛 很像是电池的芯片 警方还在车上 找到一个2号电池的塑料盖 一些铜线和塑料电线 而且10名死者当中 9人的尸体基本完整 只有6号死者炸得非常惨 特别是双手 他炸得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了 这种现象说明 在爆炸的时候 他的双手接触了爆炸物 摆在侦察人员面前的 是一具面目全毁的蚕食 咱们说了 后头皮连着后背 后背连着两条腿 正面都没东西了 除了他脚上穿的袜子 三眼的皮鞋和绣花的鞋垫之外 外衣外裤全都被炸飞了 在这种情况下 专案组对现场找到的 140多件物证 进行了全面的清查 但是都没有发现 跟6号死者有关的物证和线索 专案人员呢 接着对车内外现场 搜集的200多斤渣子 进行了筛查 经过和车上人员 丢失的物件逐一核对之后 这二三十片 属于6号死者的一苦碎片 洗掉血污 还原其本色 拼凑成五件残疑 据此判断 6号尸体身高 在1米65以上 男性 从残留的厚头皮来看 他生前呢 留着长发 可是在分析年龄的时候 法医犯难了 因为6号死者 仅仅留下了一颗尽头牙 经过专家的鉴定 他的年龄在30岁左右 按照上述的特征 在全市开展了 大规模的调查 一查失踪人口 二查下落不明者 三查旅店 可是一无所获 而另外一路侦察员 却有了意外的收获 他们以三眼皮鞋和绣花的鞋垫为重点 进行大规模的走访 有人反应啊 这种鞋垫 可能是来自于云南的农村 在查找三眼皮鞋的产销地的时候 发现这双皮鞋使用的礼皮 是云南或者贵州的皮货 就凭这个 去云南或者贵州 查找这个人的身份 那肯定是大害老真 这时候 一名年轻的侦察员 想出来一招 他们一组人马 立刻赶往成都火车站 通过蹲守观察 终于在5月19号 发现了一名旅客这脚上 穿的三眼皮鞋和死者穿的 非常相似 这名旅客说 自己叫中原山 家住云南省大理 白祖自治州下官市 这皮鞋就是在当地买的 那就好了 专案组当即决定 并发大理 来到大理之后 在大理公安局的支持之下 调查出 这双皮鞋 是大理州皮革厂的产品 侦察员又提供了 六号死者所穿的衬衣 棉毛衫 丝袜等等物证 通过分析 发现这些衣物 都曾经在当地销售过 这让侦察员们很兴奋 他们立刻在大理县城附近 展开走访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们意外地发现 六号死者的绣花鞋垫的图案 竟然出现在一群 白祖姑娘的头巾上 他们立刻返回县公安局 找到白祖的女打字员 李燕美 李燕美呢 通过观察鞋垫分析 前掌做的是八角花 中间是小绣球 后跟是青年花 这种做法 在白祖自治州的一些农村 非常的流行 侦察员要去拜访 白祖的绣花能手 县妇联主任李寿英 他反复地研究了 鞋垫的针法和花纹 进一步判断 鞋垫的图案 是汉族妇女 白祖妇女做的 在附近的 杨碧尔海和祥云三个县 比较多见 专案组立刻同这三个县的 公安机关取得联系 经过排查 杨碧县公安局的李连强同志说 当地有一个人名叫 纪仲贤 男28岁 云南省宾川县人 1969年 在大理州农机校毕业 下放到杨碧县农机厂工作 1978年11月 招入滇西纺织厂锅炉房 当学徒工 今年的3月25号 自动申请辞退 4月28号 失踪 同时还有人反映 纪仲贤出走的时候 就是穿的三眼皮鞋 扎花的鞋垫 衣着呢 也跟6号死者相似 侦察员通过调查发现 多次替李仲贤 洗过衣服的恋爱对象 送鞋垫的原来的对象 坐鞋垫的妇女 织毛衣的姐姐 以及纪仲贤宿舍的几个人 都证实 现场的衣物 就是纪仲贤失踪前穿的 同时 纪仲贤炸公交车使用的雷管 炸药和加大杀伤力的子弹 和螺丝钉 螺丝帽 也都查到了来源 工人郭某和罗某说 他们和纪仲贤 曾经很多次一块去炸鱼 亲眼见过他手头 有炸药和雷管 跟纪仲贤关系很好的 复原军人李某说 他1976年春节 从部队回家探亲的时候 送过纪仲贤 20发自动步枪子弹 型号和现场找到的子弹相同 另外 现场和尸体当中的 很多不规则的螺丁和螺帽 在纪仲贤工作过的农剧场 有很多 而且呢 在他住过的寝室里 发现了两个相同的螺帽 到这儿 纪仲贤 就是成都公交车爆炸案凶手的 证据链 已经形成了 这个案子呢 到这儿也就算是破了 也别说怎么判了 没法再判了 只能说怎么埋 咱们再来看看 纪仲贤这个人 大家都反映啊 他平时沉默寡言 不太引人注目 也没有明显的劣迹 他为什么 就突然在公交车上自爆呢 大家都想不明白 应了一句老话 粘人出豹子 不言不语的人呢 经常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事来 纪仲贤失踪前一天呢 寄给他父亲一声诀别信 这里边也许能够说明点问题 这信上写 命运只有我自己才能掌握 任何人也无法包办代替 又说 我不需要家庭和社会上任何人的关心 今后也不能和你们任何人通信了 与家里断绝一切关系 我们家就当没有我这个人就行了 不要问我的事 也不要议论我的事 通过调查发现 纪仲贤在农村的时候向往城市 到了城市呢 又嫌这工作太苦 工资太低 他就辞职不干了 同时 这心里边就产生了怨念 你这招谁惹谁了 这种人就是那种非常典型的 只知道埋怨别人 不知道从自己身上找问题的人 自己过得不好 都是别人的原因 越想越委屈 狗熊钻烟筒太难过了 谭月儿里边放屁 想不开 他就真想不开了 造成了十人死亡 二十多人受伤的惨剧 1979 成都公交车爆炸案 全文完